朋友们 夏天的第一顿小龙虾一定胜过 叫你做的麻辣小龙虾 还是让二十路已经来削中虾 把它洗干净 刷一下 盐龙虾放姜葱 毛毛盐 白椒 搅拌均匀 烧油温下龙虾爆炒 爆酸菜 红椒酸 自己在家里面想要龙虾调的好吃 就要准备一包这个 专门的龙虾调料 这个口味的话 它不管是油门 麻辣还是酸肉 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今天我用这个麻辣 来给你们做一个麻辣的小龙虾 这是湖北浅江的小龙虾 小飞锅调料 一包料的话能炒个三斤的龙虾 把这个滴料炒香就行 放下这个滴料 你就不用再去准备豆瓣 和过滴料了 这是滴滴道道自给的龙虾料 很多外面关子都在用它 自己在家里面 轻松也能做出外面龙虾点的味道 吃得辣的朋友们 在家里面干辣椒姐一起炒香 大家好 倒入泡油锅的龙虾一起搅拌 准备一罐啤酒放进去 再加入一小碗 清水蒙煮8分钟就可以了 让龙虾入味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就算你自己不会煮龙虾油啊 这个龙虾调料在家里面 都能煮出关子炉的龙虾 而且还比关子炉的更好吃哈 他们家里这个调料的话 不管是蒜蓉油门麻辣都很好吃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 到时候推荐你了哈 吃不得辣的朋友们 建议是油门跟蒜蓉 吃得辣的朋友们 就可以像林林这样子 做一个四川地地道道的麻辣小龙虾哟 爱吃龙虾的朋友们注意啊哟 不知道学哪款龙虾调料好吃的话 下方就有林林的同款 消费过龙虾调料 绝对是龙虾姐的天花吧哈 有学的朋友们提前拍来试试哦 吃龙虾的季节到喽 咱俩 你